今天我们来看园里面的一棵树 这个是两年前 接下来接出来的这个树 看我们今天来看看两年后这个树的状况是怎样 就是这棵树了 两年后的状况 这边应该大概是有4寸 树生大概有4寸 所以如果榴莲树有足够的营养 调理 有放有机肥 有放化学肥交换来调理呢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可以很棒的 这两年的速度 从价格到现在两年 其实还不到两年 这个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这样子的效果了 所以用心照顾榴莲树的话 可以让它生长的很棒 所以农夫不容易 果农不容易 好